我们跟世界上国文明是可以对话的 让我们了解自然盆地 侏罗纪晚期的恐龙动物群面貌 因为它是孤品是绝品 鸟针在这么多文物当中 脱颖而出 成为声音不愿的镇馆之宝 那一定它的独特的梦里所在 鸟针整体它是一个利鸟状 昂首挺胸 并且头上有高速的罐 它是一个直立的双足高地 有朔状的胸肌 辉旋的翅膀 以及还有尾 有这种鱼文 鱼文 孔雀羽毛的尾端 有那种零眼状那种纹饰 它的背上它有一个盖 盖上呢有一个利鸟 正好于回首的大鸟 做这种呼应状 它的尾部是一个卷下去 这么一个形状 它在尾部的两脉有眼睛 是一个像手的 以及连着像鼻子 这么一部分的形象 整体鸟针的身上 有好几个元素 大蜂鸟 小鸟 以及这种像的元素 鸟针呢 它是出土于 咱们进南 取卧于 于这个益城交界一带 一个取村天马遗址 总共发掘了 九组十九座 静侯和夫人的墓葬 这个鸟针 就出土于 最早的一组墓葬 98年的时候 那个突然 取卧盟局 接到个消息 就是在监狱里面 审犯人的时候 一个犯人 他交代说是 在静侯墓地 他们还盗取了一组墓葬 发掘的结果证明 这个确实是一组 静侯和夫人的墓葬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这组墓葬 是被经过盗取了 而原来 隋葬的棺果之间的 很多精通器 都被炸碎了 包括这个鸟针 尾巴的部分 它缺了中间 它缺了一截 这截却很关键 因为这截呢 直接决定着 它底下那个卷的那部分 是朝里卷 还是朝外卷的问题 考古人员在后来 在检视一大堆被炸碎的 青通器残片里面 找到了这一截 当时没找到的这种尾巴 修复之后 这个鸟的尾巴 是朝里卷的 这样呢 也解决了一个悬案 鸟针呢 它本身是干什么用的 盖里面有几个字 靖侯做巷大使保尊仪 揭示了这个鸟针的身世 同时呢 也揭示了 晋国曾经的一段历史 晋国的始封军 是唐书玉 就是武王的儿子 封到山西 最初所封的国家 它叫唐谷 到了他的儿子谢父的时候呢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改唐为晋 那么在他墓里面 图图一件鸟针 鸟针上面写着晋喉 这个晋是 迄今未知见到的 最早的金门里面的晋 这件东西应该原来是在大使 或者在座宗庙里面 一件东西 主代这种社会啊 国家大事 在四一戎 祭祀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历久呢 是给天地神灵 老祖宗喝的鸟针 是用来成历久的 所以呢 在祭祀当中 也非常重要 晋国的始封地 我们现在都没有找着 但是呢 晋国从晋后谢父开始 一直到西周时期的最后一位 晋国国军 晋文侯墓葬 我们在曲存天马 一直被招晋后目的发现了 获得了大量的重要资料 关于晋国在西周时期的 国军排序啊 都能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晋后目的的发掘 在历史研究中 在我们的很多 重要的社科研究中 都有很重要的地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